2019年4月6日,来自全美各地的大熊猫粉丝为27岁的白云和他6岁的儿子小礼物举办了一场具有纪念意义的告别派对。 因为不久之后,他们将回到故乡中国,这段时间里每天都有粉丝来看望他们,20多年的光临真如弹指一回间。 白云和高高共孕育有五只后代,小礼物是他们最小的儿子,出生在圣迭哥的小礼物,从小就受到了来自美国各界的关注,成为了当地炙手可热的动物明星。 为了给小礼物取名,动物园还进行了全网征集,最终小礼物从7000多个名字中脱颖而出,寓意带给世界的珍贵礼物。 正如他的名字一样,憨态可居的小礼物用他的可爱治愈着美国当地的朋友们,而小礼物和白云妈妈玩耍的视频总会成为大家热议的话题之一。 小礼物的性格跟爸爸高高很像,阳光活泼,充满活力,他喜欢爬树,喜欢玩闹,不过小礼物最喜欢的就是享受美食。 在聚光灯下成长的小礼物受到了全美各界的关心,每逢中国传统佳节,当地粉丝们都会为他送上特别的礼物,园区也会把小礼物的卷设布置一新。 这些礼物盒子里也总会藏着各种美食。 观众和粉丝们最喜欢的场景就是小礼物拆礼物的过程,这个过程总会为大家带去很多欢声笑语。 所以无论何时,总有一群可爱的美国友人陪伴着小礼物的成长。 转眼间,小礼物和白云妈妈归国的时间已经到了,陪伴小礼物成长的人们都依依不舍。 那个治愈着大家的大熊猫小礼物回归故乡了。 不过,小礼物把这样的温暖同样带给了故乡的人们。 2019年5月16日,家乡满怀期待的人们终于迎来了白云和小礼物的到来。 一到隔离卷舍,小礼物就毫不客气地吃起了家乡大熟损。 小家伙一点也不胆怯,迅速适应了新卷舍的环境。 很快,小礼物也适应了家乡的惬意生活,也跟家乡的朋友们见了面, 不过,跟在美国一样,在家乡依然有很多人们陪伴着她。 现在,小礼物生活在美丽的韭菜沟甲乌雾海大熊猫保护研究员。 在绿水青山之间,小礼物的生活显得活力十足。 不过,除了爱运动之外,她也依然保持着爱吃的习惯。 小礼物每一天的幸福生活也会从美食展开, 游客们每天都可以看到她大方享受美食的样子。